从一粒米到整个年糕的制作过程 欢迎来到包夫人的频道 看看他们的文化 听听他们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吃喝玩乐 想去哪就去哪 Let's go 问你啊 如果说提到年糕 你会想到什么呢 关联 还是拜神 还是野鸡领构 你们我只要我看到年糕 我会想起一个人 就是很疼我的加工 因为每年肯定都会听到有人跟我讲说 哇你的加工他们做的年糕很好吃 就很荣幸因为可以去参与他们的那个年糕制作过程 做个满份的年糕 很多细节都需要注意的哦 那一个过程 哇我的天啊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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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叶 香蕉叶在很多马来西亚的美食里呢 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像拿香蕉叶来爆的纳斯勒马 多香啊 所以年糕要够香 绝对少不了香蕉叶 我们在准备香蕉叶的同时哦 也是不简单的 还要剪 这是这个是刚才姐姐剪的 现在连到我街上 剪这边 要把这个香蕉叶剪成 小中大的厂子 看只是剪那个香蕉叶 这样简单 昨天不是8点多 剪了整个晚上 今天早上到现在 已经是6点半了 当晚6点半 我的整个手指麻到碗了 这边 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血管这么不好 还是我用错剪刀 看到这里 你知道我们的柴 是怎么样准备的吗 那就要讲回两个月前的故事了 刚好呢 我的朋友就放了几棵树 so现在有柴 所以我们就要拿柴 搬回家 做种预备哦 因为我们不是用gas乳 真的是用柴 so要什么柴 然后是柴干柴 瘦材肥材 都很重要 哎呀来了来了 怎么自己这样玩呢 Let's go 因为那天我们拿的是榴梿材 然后我家婆讲 我家婆比较有经验啊 她就讲榴梿的 啊不 她讲红毛丹的柴会来的比较nice 所以我们就要继续加油 从这条小路 退回家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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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爸爸再回来了 放好 阿婆讲 放这边 哎呀 哎呀 很重要的还是那个火红 其实每一个step都好像很重要 简单来说呢 只要火一早 就必须24小时 保持它该有的火力 我家婆说 这个除了是烤功夫之外 其实它更加考验一个人的耐力 好像如果是夹到年糕 我就会想到我的家公啊 啊 家婆 那我的家婆咧 她就会想到 呃 她的家婆 就是我老公的爸爸的妈妈 家婆讲咧 以前呢 爸爸呢 就是做这种尖头干的 所以就是特别有一间 啊 小屋子 专门放这些干 然后刚好 也是阿嬷特别喜欢 拿来做年糕的地方 然后呢 我家婆就讲 我阿嬷是很厉害的 因为阿嬷她一旦做年糕 她一定会在那个小屋 然后 我的家婆就讲 她是不给任何人去打扰她 所以在那边啊 几天几夜 除了是要上厕所 啊 要吃东西 她会出来 其余的时间 她就是在那边这样子 全天后一直 守住那个年糕的 我家婆就讲啊 她在那边做什么呢 她就老人家 他们喜欢 什么 吃烂扇嘛 就在那边利用那个 顾火的时间 好好地在那边 吃那个烂扇 然后给她的孙宰 孙女传 因为阿嬷够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丈夫才两岁 然后 她够的时候是七十多岁 然后刚好那时候 我的老公呢 她才刚好两三岁罢了 所以你看现在 我的老公都接近四十岁了 所以阿嬷还活着的话 应该是有百多岁 那么多年到至今啊 我家婆他们做的年糕 都是依然保留着 很传统做法的 哇 送礼一流这个 哇 太幸福了 现做现吃 当然少不了新鲜的也是 加点盐吧 家婆说如果呢 你希望这个椰丝 可以耐得久一些 不要那么快坏的话 不妨可以拿去蒸一蒸 我喜欢吃脸糕就是这样 我很喜欢它 很Q弹 不黏牙 很香 难怪那些小孩子 本来讲不要吃 抢了乱 果然 不了整个晚上的火 一切都值得 本来是testing吃两粒了 因为都有人要了 可是现在顶不住还要再吃哪 什么 妈妈在中国 别要玩 喂喂喂 妈妈找一个不太美的来吃 等一下 好像每一个都真的很美 等一下妈妈找一个不太美的 这几次的话就选一个比较有瑕疵的 可是每一粒好像 好像很难选 每一粒都好得很漂亮 好像是不够啊 这人家订了的 要选一粒不太美了 很难选 这样啊 啊 这里吧 因为我们粘糕是刚刚蒸出来嘛 所以我就是 只需要拿手这样子捏 就很容易形成一块一块 那如果比方说它已经有一点硬度了 其实可以拿线 把那个粘糕切开的 你已经吃了六个 你已经吃了六个 妹妹还要吗 我都吃了十个了 脑子哦 嗯 记得打开订阅支持抱负人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一开始 跟身材 有一两 correcting